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意思 我们这边是去一个室内 还有一个半样的小段 知道吗 你来把他们两个一拉 高速路现在也不要钱 把他们拉上 坐着 你的车就走了 到西安去了 你去以后就直接去看牙嘛 对不对 看牙 看牙完了以后呢 你去再给我们把电脑 给 手机 再给我们找一找 完了以后呢 你就返回去行了 对了不 我们回来过庚讯 你说 就明天这个情况 邀电脑这个情况 给人家再说嘛 跟人家四句再说 对 看这个电脑怎么样 对不起啊 好好好好 完了以后 你记住 实际给你要打电话呢 拿个手机 给你打电话呢 你注意接着就对了 他时候什么时候打 今天下午给你打吗 明天几点的时候你们走 你约的是几点真的吗 我要至少要赶到十一点就要到那个地方 你十一点才到的 我还到早上起来六点我让你走的 你还十一点才到的 那就行 那你就对了啊 完了以后就实际给你打电话 跟你说 你们在哪里接他 对啊 你就走高速路 从这高速一路回来 你看你怎么走 对了啊 我再跟你不说了 明天就是说 你去看牙子第一个 第二个 你去给我们找手机和笔记本店了 就是这两件事 能找见最好 找不见了就回来再说 对吧 对对对 好 没问题 实际给你联系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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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好 因为我的牙之前就拔了 然后一直没补 所以一直也是再不补它上面那个牙 因为下面没有对应的就会往长了长 然后我这两颗牙 旁边的那颗牙也会有点疼 如果影响呢 继续拔牙 因为本来这两个牙是之前只有一个牙疼 拔了之后就没补的话 旁边那个牙也最后没办法也拔了 所以我就要去先把我的牙处理一下 所以我就给宝基的高兴去警方说了一下这个事 他们就同意说给我请个假 你看我现在我跟我国的公安机关的关系是 我要干个什么要给我请假的这个关系 所以他们决定明天派两个警察跟着我去一趟西安 这也是个好事 反正终于要改变一下目前的状态了